欢迎来到分享沙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以沙不能离开迦南地 不能娶迦南的女子呢 同时也要分享 父母要如何帮助孩子选择配偶 创世纪二十六章一到三节 在亚伯拉罕的日子 那地有一次饥荒 这时又有饥荒 以萨就往基拉尔去 到非利式人的王雅比比勒那里 耶和华像以萨显现说 你不要向埃及去 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 你寄居在这地 我必与你同在 赐福给你 因为我要将这些地 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我必坚定 我向你赴亚伯拉罕所起的事 在创世纪十七章八节 上帝应许将迦南地 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对以萨来说 作为这个圣约的第一继承人 留在迦南 象征他在延续神圣的应许方面的角色 离开这片土地可能会破坏他与遗产的连结 以萨具有完美的藩纪的地位 他不被允许离开以色列土地 因为离开会削弱这种崇高的地位 以萨在祭坛上作为藩纪献给上帝 并且他不被允许离开以色列土地 就像藩纪不能被带出圣定庭院一样 传世纪二十四章三到四节 亚伯拉罕对仆人以利一些说 我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旗时 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亲 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 为我的儿子以萨娶个妻子 亚伯拉罕不希望以萨娶一个来自迦南的女子 因为当地人有自我放纵愿望的遗传倾向 在创世纪九章二十五节 迦南人因挪亚对寒的咒诅而受到咒诅 而拉班家族不被这种遗传的倾向 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是偶像的崇拜者 然而偶像崇拜的倾向并不是遗传的品质 而是一种文化影响的结果 因此亚伯拉罕要求 以萨的妻子不应来自迦南 而应该来自他的出生地 这样他就有好的遗传的倾向 他坚持不要把他的儿子带回那里 也就是说 必须将女子从偶像崇拜的文化中 剔除并且带到以萨这里 亚伯拉罕家族居住在哈兰 是个偶像崇拜的中心 亚伯拉罕可能担心 以萨会受到亲戚拜偶像行为的影响 而失去对精神使命的关注 因此他不让以萨前往 亚伯拉罕坚持让以萨留在迦南 强化了圣约对这片土地 作为犹太人命运核心的关注 他也显示了对上帝旨意的依赖 将合适的新娘带到以萨面前 而不是亲自去找他 以萨是出生在迦南的第一位族长 他在这片土地上的身体和精神存在 象征着上帝应许的实现 他离开迦南会破坏 根治于这片土地的使命 以萨留在迦南 确保他继续致力于 在这片土地上传播一神教的使命 以萨在迦南的存在 对于维护这片土地的神圣性 履行上帝的圣约 以及维护亚伯拉罕血土的精神完整性 至关重要 亚伯拉罕并不希望以萨离开迦南 返回哈兰 因为当上帝把我从我父亲家中带出来时 他是天上的神 但不是地上的神 因为人类并没有承认他 上帝的名字在地上并不常见 也就是说 在哈兰 亚伯拉罕并没有成功地让上帝的名字为人所知 即使是习惯或表面上的 因此 以萨最好留在迦南 因为那里至少是人们习惯提及上帝名字的地方 这引起了另外一个问题 以萨清楚地知道 他已被放在祭坛上作为番祭 那么他怎么可能忽视离开土地的禁令呢 这是因为直到上帝告诉以萨不要下埃及去 他尚未被禁止离开以色列土地 这就是为什么以萨天真的计划离开这片土地的原因 直到上帝告诉他不要离开 然而这又给我们留下一个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迦南地如此特别 为什么他不被允许娶迦南的女子呢 在《创世纪》九章二十五节 迦南人因挪亚对寒的咒诅而受到咒诅 作为祝福之约的血统 以萨和他的后裔 不能与咒诅相关的血统联合起来 在利维基十八章三节提到 迦南人以崇拜偶像和不道的行为而闻名 迦南妻子可能会导致以萨背离与上帝之约 并带来与一神论价值观不一致的影响 在《创世纪》二十四三三节 亚伯拉罕将上帝称为天地的主 然而在《创世纪》二十四三七节 亚伯拉罕对他说 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富家和本族的地 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 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 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 为什么亚伯拉罕提到 耶和华神是天地的主和天上的主呢 这有什么不同呢 在《创世纪》二十四三节 亚伯拉罕将上帝称为天地的主 拉比解释道 在这一点上 亚伯拉罕澄清了 为什么他的血统不应该与迦南人混合 他指出上帝的名字现在在迦南得到了认可 但只是表面上的 这种认识来自亚伯拉罕奴隶引入一神论 因为他让受造物习惯提及上帝 而当初他被呼召离开富家时 上帝只是天上的主 人们并不认识上帝 尽管亚伯拉罕做出了努力 但迦南人对上帝的认识只是肤浅的 因此亚伯拉罕更愿意为以撒娶自己家族的女子 他们自然是更优秀 更文雅的人 更接近亚伯拉罕的品质 这个选择强调了共同价值观和精神统一 在建立圣岳家庭中的重要性 以撒与利百加的婚姻象征着 信仰的延续和对神圣使命的承诺 父母可以从创世纪第二十四章中 亚伯拉罕对以利以谢 关于为孩子选择合适配偶的指示中 汲取宝贵的教训 重点是价值观 精神一致性和共同的人生目标 而不是肤浅的品质 如何引导父母帮助孩子选择配偶 考虑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 亚伯拉罕为以撒尋找一位棋子 他将分享他的家庭与上帝的圣约关系 确保他们的未来有坚实的精神基础 家庭可以引导孩子 寻找一个拥有共同核心信念 道德价值和人生观的伴侣 强调信仰品格和共同的目标 比外在的条件更重要 第二个是要避免负面的影响 亚伯拉罕避免于迦南人通婚 迦南人以违背上帝之道的行为而闻名 同样父母可以鼓励孩子 在可能宣扬不相容价值观的环境中 选择伴侣时要非常的谨慎 寻找一个家庭和成长经历 与积极的生活方式一致的人 教导孩子们认识到负面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 可能会挑战到他们将来的婚姻生活 第三个是一生作则 亚伯拉罕的一生表明了他对上帝和道德生活的坚定的承诺 这激励了他的周围的人 所以做父母的可以在自己的婚姻中树立健康的关系 友善和尊重的榜样 在他们如何优先考虑价值观和引导人生选择方面充当榜样 向孩子们展示在实际生活中有意义的价值驱动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另外就是在提供指导的同时要培养独立心 亚伯拉罕授权一定一些采取行动 给他明确的指示 但相信他会执行这些指示 父母提供指导而不控制过程 让孩子做出深思熟虑的决定 鼓励开放的沟通 让孩子们可以安全的讨论他们的关系 支持你的孩子做出决策 同时确保他们拥有明智选择的工具 最后就是要向你的孩子灌输对上帝计划的信息 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指引 为以撒找到合适的配偶 父母教导孩子在人际关系中祈祷 并且寻求神圣的指引 成功的婚姻是人生灵性旅程的一部分 在寻找人生伴侣时 鼓励相信上帝的时机和指挥 透过专注于共同的价值观 一生作者鼓励对神圣指引的信任 父母可以帮助孩子在选择配偶时 做出深思熟虑有意义的选择 这些教训超越了具体的圣经故事 为建立健康持久的关系 提供的永恒的智慧 祝福你成为一个有智慧的父母 教导出一个认识上帝 知道自己的人生使命的孩子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 帮你读书 帮你成长 期待开启更多的奥秘 让我们一起从希伯来原文和犹太根源 学习陀拉 陀拉是神的教导 人生的指南 欢迎订阅分享 耍龙学人给予一个祝福的赞美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 请不吝点赞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